限制船長的英雄 是 還期待一下兩邊的第二局 這把第一條龍刷一條水龍 刷了一條水龍 發育期的隊伍來說 還是蠻舒服的 水龍刷出來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刷這種 不是水龍 對於戰隊來說都會比較 比較小心 因為水龍魂 如果是 四條龍拉滿直接出水龍魂的比賽 真的太難翻了 是 預測這塊 上校拿捏的準不準 上校這一把 大膽看好IG啊 前中後期全部屬於藍色曲線 藍炸雙子星 一邊給到的是凝 一邊給到的是狼型的一個鱷魚 這個給鱷魚 主要還是看中 強大的鱷魚的一個前期對線能力 但我覺得打船長 真的要占到便宜 挺難的 嗯 兩邊征服者 雙人組垂石這邊帶的是一個餘陣 這應該是10.12版本 垂石好像是不能帶守護者的 這個可能是細節面 但是有應該是有一個小BUG 這個各個戰隊都會在賽前收到每個版本的時候 由拳頭官方跟我們藤進的主辦方去發給戰隊的這個賽前的一些規則 有一些每個版本去更替的一些小BUG 因為說說他打優咪 如果老版本很多垂石這個對陣會直接帶守護者不會去帶餘陣 因為你線上是要吃 墨魚飛彈跟秘書設計的消耗 這邊聚模二級就過來了 有二級更中 你覺得Rookie的位置比較靠前 交了個閃現 閃現去跟 這死了 很難走 我感覺現在LPL的聚模 每個人都會這招 就二級更中 而且Pinut其實有個數據蠻恐怖的 他打到現在他的醫學參與率是100% 是 而老乾爹的醫學率是高達70% 聊到兩邊 打野在這個賽季 我必須說寧王跟Pinut 在今天交走之前 他們的數據面表現 兩個都是15分鐘前很活躍的打野選手 是的 做了很多的事情 可以給大家一個標準 就是之前也在國際賽跟大家聊過 就是歐美解說會用一個前15分鐘 K加A要到3這個點來衡量 是不是能作為一個前期節奏能力很強的活躍打野 那這兩個選手都是有3以上 KASA的一個數據是3.7 就比這個數據再高了一些 上路這個對線其實也是可以想到 船長還是有一定的前期壓制能力 反正你過來補兵的時候 我就去點這個補兵 那天LCK應該也是出了一場 就是鱷魚盲選出來 就先落位選然後後面拿船長打 而且之前還看了很多把 就比如說出鱷魚 然後打野就搭配像暴女這種組合 但是對於船長來說也是沒有什麼威脅的 那那種通常是藍色方 就是或紅色方一二樓 或藍色方二三樓 我直接選出來讓你上單 不敢玩一些發育英雄 因為你玩了就要被我無限越 那這邊Pinut又來了 不是也看到了同時 得曬的位置怎麼說 先用二連筒拉一下小孩 正在那個位置 腳閃現 但是後續還有柱子 吃了一口橘子 但是已經被貼臉了 打出一個強攻 三下普攻會死 剛說完 因為其實線上如果只有一個控制手段來說的話 他有個橘子就夠了 對吧 主要這波中彈的HP 你W完之後我可以用橘子解 然後我就直接可以走 主要還是長線的問題 還是一個過長的一個兵線 主要還是壓得太深了 而且巨魔第一時間來的那個位置 已經不太能走了 這邊還是交了閃現 雖然鱷魚這邊也交閃 而且低等級的時候 一技能的冷卻 就火藥筒的冷卻太長了 所以冷卻剛剛 因為他是二連筒 先壓小花生的一個位置 他們應該沒有第三個筒子 可以拿來打移速 所以他最後拉不開那個距離 已經被柱子減速到了 這把拼到前期的節奏有點好 開局上來就直接抓 一血跟助攻 而且我們反復會覺得 上路船長其實在前期 如果正常兑線 壓力沒有那麼大的情況下 抓掉了 主要這個是你等上中 等級起來以後 你感覺去摸上中路是抓不了的 就他要抓都要 比如說他要殺上 他要把卡爾瑪叫過來 三月一 他要殺中 可能自己的幽咪 或者是伊澤瑞爾得來中路 因為兵女到了6級以後 我有一個大招的緩衝 你這個組合就很難殺 而且他還會很怕盲森反蹲到 就如果盲森真的是反蹲到的話 其實也不舒服 只能說小花生我覺得是 在第一局打完的時候 有猜到您這邊的一個心理 我覺得IG的心理是沒有 希望您在6級前做到太多的一些 Gank的一個嘗試 所以您看 您都是印在野區自己在保發育 他現在發育當然是領先小花生 但小花生已經為自己的上中 創造出優勢了 而這邊領先的還蠻多的 鱷魚拿到了一顆船長的人頭 但你說這個單打單 你感覺IG這個上路線也不虛 對吧 就雖然你是拿了一顆人頭 但是鱷魚打船長 真的還是沒什麼平息 對 因為回家之後 你裝備的更新是個不假企業嘛 就更多的只是能讓你補刀的時候 被打的就是 就是稍微舒服一點 這邊直接拿下第一條龍 龍拿掉摸眼上去 所以對於老幹爹來說 他前面兩個人頭 我覺得最大的關鍵 應該是讓卡爾瑪中路的線 可以持續地往Luki塔下送 Luki閃現好之前 應該不會做過多激進的一個嘗試 所以看一下西葉現在有沒有辦法 讓小花生這邊刷到6以後 可能目標還是會放在這個峽谷前鋒 下路的對線是小鴨 IG這邊的雙人組小鴨 這個比較正常的補刀鴨 軍魔這波又來到下半區了 但視野的訊息也都知道 這麼過來 應該是想幫忙維持一下兵線 IG這邊也不怕 有隨時給登籠 上半部現在兩邊都沒有閃現 很活躍這個巨魔 又跑到中路去 但是他其實只有5級 對吧 他現在雙人上6 小花生因為下半部沒有野了 他這段時間就是剛好人在下半部 過來幫下路反一下視野 看到中路有危險 西葉這波藍不太夠 過來幫忙線上緩解一下兵線 回去繼續刷 對 反正這波也不是炮車兵 所以清完可以直接回家了 就如果6級打野要找一波機會打一個小團的話 上半部還是最有機會得手 兩邊上單的一個閃現 都還有最後的四分之一 現在對拼打來說的話 是上半野區有刷新的一個野怪 所以往上半區去靠 下半區反正也是出了萃取的 就繼續發育 是 你已經上6了 看一下 冰王的第一波節奏 想配合的話 如果冰女能回推線 往下路包 那還是收益最高的 但是這種節奏是最難打出來 因為對面畢竟是一折二加優咪 面對月塔的時候是很難防四月二的 如果說老幹姐打得穩一點的話 這段時間估計也不會強行去推線 可能就要等峽谷線封中龍坑團 來蹲了 哎 勒帥這波上放野 再卡你一下 但勒帥下一波 閃現反而馬上就要站好了 而且正面垂直也在靠近 這波感覺IG是要打的 正面直接給一個埋葬 但是皮娜這反手有一個大招 吸了一下 勒帥血量能不能回起來 剩下兩百多點血 勒帥過來好像沒有機會出技能 皮娜還在往後撤 但盲瑟這個Q技能Q到 直接閃現給R 然後再給二段踢 踢掉以後 鱷魚只能反打一套 但是還有勒帥的一個被動 這一波IG的一個主動 由Luki突然線 Luki是沒有回家 他繞了 老乾爹的紅區 直接往上漫步走 這波其實就是雙人 就中野這個位置 往上動的時候 IG是動得比較果斷的 然後也猜到老乾爹幾個人 在這個位置 這波Pinut也是沒有交出閃現 可能他覺得在那個位置 已經貼強了 您這波出手的很果斷 對 反正 盲瑟已經提前交閃了 他這位置如果交閃現 反身往塔下走的那個 也只能直線走 還是有可能被Q到 就可能因為看到您是 先往前追了好幾步 就覺得您應該會出Q 對 他沒有出直接大招 誒 這邊定到了一套 又逼出了個閃現 這波勒帥感覺有點難走 閃現交了 要等盲瑟過來 但是Luki有TP Luki的TP好了以後 反手還要打嗎 這個位置感覺打不了 卡拉瑪也靠了 就一下 因為這波線剛剛是 您是在打 峽谷先鋒 然後被Craman拉 刮了一個大招 自己您應該是沒有想打這波上路 但是Luki剛那波線 退的比較慢 自己把自己的閃現給玩出來了 可能是為了吃這個鍍城 但這波IG 畢竟還是有峽谷先鋒的 看一下怎麼養 大概率會給上中 感覺給中路 其實也不錯 下路也不是沒機會 主要是Craman帶的是進化很穩 就隨時勾到的那一套 就算盲身就在旁邊 因為現在您已經沒了閃現 有閃現的話 勾到有機會 就是先逼伊澤瑞爾位移 然後您再出來 打迴旋踢 殺了對方雙人組 直接拿下路一斜塔的話 對於IG來說是最棒的節奏 但難度有點高 您現在是少了一個閃現 這個劇本不太好洗 而且馬上小龍就要刷了 下半區 老幹爹的人肯定也是比較多的 如果想要藏心插下路塔 用下過先鋒 看一下這波選擇吧 過來 先 拍一下視野再說看看你有幾個人 卡爾瑪老幹爹的中野往下靠 現在賓女是被推現沒有TP的情況 這局你有注意到西葉 剛剛BP見面的時候 好像原生的技能帶的是TP 但我不是很確認 因為他這個進化有一段時間沒有用 是TP 是TP 他應該就換了一個進化 但是換了這個進化以後 Luki就跟寧王沒有想開他的一個想法 現在只剩下閃現了 是 就是現在這個TP沒了 所以這段時間 你看西葉剛起波是沒有 沒有支援到的 換也換不回來 中路直接扔 但是下路雙人先過來 想要一起去吃這個經濟 是那這樣應該是給AD跟打野吃了 其實也還不錯 南風應該不會過來蹭 在旁邊準備給燈籠 寧王的這個位置已經去洞小龍了 是 上路打起來 這一波直接卡你後退的一個位置了 雖然是落後閃現了 這麼有機會要被單殺 但是反手的傷害很高 看起來又宇英出近的A 直接是一個 紅怒Q 是 龍沒了 但是 帥哥這邊也沒了 龍星打得好兇啊 這波 主要領先閃現了 這波有頂氣 對 多一個閃 這算了 他第一時間是大招火藥桶 原地想反打 但是 有大的那個鱷魚 第二套這個有怒氣的Q技能 這個回血 船長的傷害量不夠 這波定到了W的位置 但是有個進化瞄解 這個進化還是有點用嗎 最後一波 大招 大招補傷害以後 在空中被紅塵給燙死了 是 這波感覺熹夜解 一般對冰女來說 不太會拿進化解她的冰角 熹夜可能有點情急 因為盲山已經貼臉了 來看一下上路這波 大招直接封你後路 正面一個火藥桶 這火藥桶跟大招傷害都給到了 火藥桶應該是沒有點掉的 是回頭扭了一下 等一下CD 但老乾爹 上路雖然出現了一個掌勢系的單殺 但是IG其實這段時間的一個節奏 明顯是更好的 空到了兩條小龍 然後自己中路跟打野又配合 把卡爾瑪給其殺了一次 來看一下目前的一個經濟 二斐流是全場最高 杜城一開始的 峽谷間鋒的杜城 是給到AD吃 狼行這邊自己前面 小花生幫了一波 靠著自己也單打出一波單殺 感覺這段時間的實在不太會 輕易的往上走了 至少要等閃現這個位置算好 這一局的關鍵會變成是 看一下下路這邊直接打起來 奧數越線調整一下 摩點中道的一個位置 定到了一個泡芙 點了一個燈籠下來 但是有一個西葉從後方 有一個傳送的一個加速 W技能練出了 砲芙的一個閃現 墨魚飛彈的距離不夠 這波TP抓下 最後是打出了砲芙的一個雙招 但是沒有後續 而且巨魔小花生想靠的位置 應該是已經被IG的中葉給站住了 控制守衛被排掉 下路直接拉一折六的大招 刮到砲芙剩下一絲血過去一個Q技能 Cream應該是極限距離的一個秘術射擊 讓瑞莎姐發出了一發 哇的聲音 加了閃現很穩 要是這個位置被盲森接手大招到 入圾肯定是能接控制的 又會有問題 現在小花生有點難玩 這一局他的發揮不會很大 因為對面這個陣容 第一他的團戰沒有好的 雙抗的一個偷取目標 第二在中期現在對方的中野領先的情況下 就變成是像剛剛那種局面上面 冰女跟盲森都非常容易開他 這波他交了閃 下一波他可能就要交出人頭 這把尤其是在中路塔沒有領先那個情況下 很容易面臨到的威脅就是對面中野 中路防禦塔血量很危機了 而且西葉的閃現 剛剛那一波在中路被抓的時候交掉 這個就是做一下資源的交換 因為下路塔被推了 所以IG直接轉到中 但中塔感覺這個優先級還是稍微要高一點 而且上路這邊也可以順時轉線過來 因為IG這把就是我們在BP的時候 我給大家點的那個點 中野打出了優勢 對於IG來說這把比賽就會很好的展開 但是老乾淨在下路想要施壓一個墨魚飛彈 但減速到泡芙 泡芙旁邊 白里以外沒有任何的隊友 沒有燈籠啊這波 因為垂石走了 這波以為對面的雙人組跟大葉已經走了 過去比較危險的一個兵線 雖然在施甲從這邊可以看到一個假眼 但是被墨魚飛彈摸到以後就走不掉 是的 但是第二條是峽谷先鋒 冥王這個位置已經開始打 因為上半區塔推完之後 老乾淨很明顯是沒有人防守了 而且打野出現在下路 是 現在不敢往上半步靠啊 你看現在鱷魚過來感覺都要非常地一個小心 冥王一個單人在solo這條峽谷先鋒 這段時間老乾淨還是在盡可能地 加換一些資源去養自己的C位 比如EZ這個點 現在老乾淨一定是要圍繞著EZ而打的 因為這把Cremium應該是一斜塔 第一座老乾淨的防禦塔是下半步推掉的 但可能優秘要有一段時間 要先去跟著一個打野做做視野了 優秘這個英雄的缺點除了兌線期 不是老板優秘那麼強勢以外 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你還是要適當的時候去跟著打野走 他做視野的一個能力 這時候應該去跟著巨魔走了 把EZ的單人在中路玩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殺一下魔切 我覺得為什麼現在優秘 我們有在比賽裡面看到 可能配二粉流失 包含之前一段時間搭配銀槍 但是那種搭配法就是 比較大的缺點就是你的 AD在吃發育的時候 你的打野 你的輔助可能就不太好動 而且這把 可能巨魔也會需要他跟他一起 是不是加速減速一下 哪一下這種小龍殺了 第三條龍啊 我覺得老幹爹這波團是開始要接的 從一個點上就可以看出來 是吸野出了一個殺人輸 先上路過來抓一下這個鱷魚 鱷魚來了 這波鱷魚感覺有點難走 閃現給大埋葬了 是先吃了大招以後才交出閃現 位置有點危險 回頭 但扛不住 這個冰雜 最後變成了一個 冰女的傀儡 是這波是選擇讓鱷魚先去上半步 抓了以後 上中有雙TP 但是龍是已經被拿掉了 字盲剩下來想搶 沒有搶到以後摸燈籠過去 雖然摸點中當定到 但老幹爹這波也沒想追 大家的話 老幹爹是成功的拿掉一條火龍 但是以節重面來說 IG賺 IG這波絕對是賺的 因為上路這波 就算防禦塔不拆 但是已經把鱷魚的一個發育 又再度的削減 而且這個龍對於老幹爹來說 他只是阻止IG 比較早的去聽牌自己的火龍魂 中路還有峽谷先鋒往前撞 小花生就在左翼 但卡爾瑪並沒有來正面 卡爾瑪現在是沒有TP的 應該是換了一個虛弱 現在這個虛弱也用不掉 而且正面勾到了 小花生 小花生這個位置很危險 被踢了一腳 踢到了一個側面 但是大招第一時間 還是提高了比較多的一個肉度 感覺大家要看完之後有個燈籠 厄斐流斯也是直接走了 確實不太能留得下人 但這段時間繼續往後拖的話 這個船長裝備就會越來越好 我原本以為卡爾瑪這波應該是想打團的 因為他出了一個殺人數 對吧 他在第二劍 還沒 相互還沒出的時候 直接出殺人數 就是他覺得這波團能接 而且覺得自己 這波團 劍子還沒有疊起來的時候嗎 有機會去收割一點靈魂 但是龍魂其實 龍是IG放掉了 選擇抓上 對吧 上路的內塔最後生一點血量 中期我覺得老幹爹要想辦法把團逼起來 因為雖然自己是卡爾瑪EZ這個組合 但你打到後期你鱷魚的影響力 可能這一把看看狼型怎麼想 因為出的是不假邪 大概率精密系的傳說符文應該是一個韌性 他現在韌性不是那麼的夠 但你說鱷魚浪費錢去出一個水鷹 也感覺沒那個必要 但他進場的時候是有可能要直接 就他進去貼泡服的時候 隨時第一時間可以給保護 然後盲身有大招 冰野也有大招 就狼型的中期如果沒有打出影響力 我覺得往後走還是沒有 勒帥的一個船長 有比較大的一個 戰局的一個決定能力 是 因為現在船長的話 三下眼已經有了 其實慢慢的裝備會越來越好 這把冰女主要還是為了 給船長和厄菲流斯提供輸出環境的 這把你必須說 Luki已經把冰女的架次打出來了 但是對於狼型來說的話 就這個鱷魚如果打到後面沒有能夠 坦住一定的一個時間 就是拖到這個EZ能繼續消耗一段時間的話 感覺輸出壓力都壓在Criman一個人身上 是 當然Criman這把的發育是不錯的 副系兩個復蘇 兩個復蘇增強對線 因為對船長 一般上單現在戰士來說 帶堅決 感覺帶復蘇還是比較多 比如說 所以他畢竟 精力有韌性嘛 對 這個韌性還是有點的 收益太高了 這段時間看老乾爹怎麼利用EZR這個點 EZR現在應該是已經 魔切進化出來 手上亮起了這個耀眼的藍光 找找機會Poke一下 但是小龍還有兩分鐘 現在龍坑的這個位置看一下怎麼說 這Q沒有Q到 又是躲了個大招 這EZ用掉了 Criman走位也甚至比較有自信 對 那馬上卡爾瑪也在旁邊保護他 給了一發鼓舞 帶著遊蜜過來 淡紅 懲戒交掉 你看下半部老乾爹是暫準的 一分半以後的這個龍 很早的時間點就來空下半部的一個視野 這也是因為IG這個時間點 不太可能打大龍 這陣容面上面打大龍的速度太慢了 二斐流氏這把的發育其實是很差的 補刀上面小壓 但這個補刀基本上忽略不濟 現在0-2-0 這局我覺得反而有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伊澤瑞爾跟船長的一個大後期的一個 因為兩邊20分鐘的經濟其實是咬得比較死 現在雖然IG是經濟領先 但這個經濟大量的是來自於三座 領先的兩座的一個外塔 Luki有想法嗎 但沒有人可以支援 明顯一個人的傷害是不夠的 兩個人就一起這麼回程了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我在你面前 但你卻看不見我 但這兩個人說實話 也都知道殺不了對方 你說鱷魚殺這個命令嗎 這把誰說可以知道你在這裡 但是我對你沒想法 我回了 這一波狼心不知道 來TP了 這波B女士直接踢在對面的紅區 要來包 包哪邊呢 好像是要往上又去抓狼心 又來抓狼心 狼心就吃了一個大招 招誰惹誰了 不就單殺你上單一次 這波還想要掙扎一下撐不住呀 惹帥最後貼臉的一個火刀 拿下人頭 老幹爹看到自己上路被抓 趕緊推中 中路的外塔是拿到了 是吧 這個鱷魚確實現在的日子很難過 邊路老是遭到針對 而且還關鍵是在 就是打團之前 那老幹爹想拉扯一下 原本以為LukiT的波 是想要抓正面紅區的人 但是現在易澤瑞爾很兇啊 Karma的爭議給到以後 就往前壓位置 打大龍啊 雖然說速度打得一般 這邊老幹爹亮 踢踢 但是打大龍的速度 確實很一般 半血了 狼心知道已經過來了 是 這波狼心是先到正面 然後巨魔帶著優密有一個加速 不要產生過去搶啊 看一下陳建 被踢走了 這波是直接把人給踢走 你往保住了大龍以後 正面團開起來 直接在正面吃了一個蠻賬被秒 還有一個冰罪巨巨隊的小花生 優密趕緊給一口奶 小花生交了一個閃線 冰爪向前想留人 但是這一波後續沒有一個大招可以留住 老幹爹最後一次陣亡了自己的一個上單 但是大龍掉了 對老幹爹來說 這條火龍拿的並不賺 這邊嘗試了一下 拼拿著進去的那個時間點 感覺也還可以 但是直接被一腳踢出來了 想求一手 夢想沒有求到 這波比較難的點就是 狼心這波沒技能 可以下去卡 如果他有辦法去卡住那個 就是狼心第一時間到了 如果他就能給到IG的壓力 比如說AD不能在那個位置 配合自己的一個武器 瘋狂的輸出大樓 而且這把越倒到後面 感覺是一個惡語 因為現在裝備其實真的是蠻差的 血手也沒做出來 狼心進場是 埋葬都不是埋他 他只是吃了一個冰角 然後又吃在了Luki 自大自己的一個減速領域以後 就走不出來 只要他這波沒閃 就是剛剛Luki抓上以後 後續的一個IG比較好的一個 抓著對方一個上單 缺技能的時間點 又累抓了 狼心這個位置 兩段一出來 被一腳踢死 有意 但是傷害其實已經打得很夠了 身上也沒有什麼魔抗 而且他這把 這提牙把套都不敢合 狼心很難受 要堆點肉出來 看這波Kranman poke效果不錯 打殘了一個南風 要往前繼續追擊 一技能往前交 對方的浮力也沒有太多 阻止他追擊的一個能力 打出閃現 魔點中章出來 但是南風往右走位 但是奧出閃現好了 魔點中章配合Kranman的一個傷害 終於是拿下了南風的人頭 還要再追 這波減速到冰爪的位置 小阿在這邊等他 虛弱已經給到了 這波追的A三下的話 感覺冰力要死了 Luki這邊開了一個金身 但是金身完以後 應該沒有什麼太多操作的一個空間 被巨魔大招直接給吸死 那這一波 轉回來幾個人頭前 但是 其實這兩路的 IG隊員已經開始在推了 但是這樣的話 老幹爹是絕對 這波是很大很大的阻止了 IG第一波 男爵滾經濟的一個可能 而且下路這波 還可以持續地壓制 中路Kranman回去整兵線 老幹爹的選擇是什麼 來 來 就扶一手 我覺得老幹爹現在 得嘗試找一些機會了 因為如果是每一波 都逼到龍坑潭的這個位置 船長十六級這個大招 一旦下下來 還是沒有辦法應對 是 但是老幹爹在這段時間 也不是沒有調整 對吧 他們至少抓到了一個點 就是他們原本還要插 IG的進攻在哪裡 但現在就是鱷魚在哪裡 對面就在哪裡 這波就是鱷魚先被抓了 但是老幹爹大部分改到了 是 是 狼行很難受 前面二槓0 怎麼打的打得二槓4了 而且他也 他原本打船長 就那段時間他已經贏不了了 然後還要被Luki瘋狂地針對 打了打了打出來一個三件套的船長 是 現在船長的話 西蘭刀加上無盡加三項 有點恐怖 Lashai的一個船長玩的量沒有那麼的大 來看他後續怎麼走 暴力一點的 以忽你為首的這個三無盡 對吧 那是有點 正常一點的會補一些肉裝 包含挑戰護手 或者是守護天使這樣的一個防禦裝備 你自己過來了 想偷偷傷害什麼的 還是有起點 見面就是起點 兵女一個人在單帶 Luki是上路有TP的 這波IG感覺 覺得正面團不是那麼好接 還是想要拉扯一下 想把自己中單的TP差利用好 等一下一分鐘之後的小龍吧 讓小龍感覺狼幹天使一定會出來找機會打的 狼行很難受 就現在只能被動收線了 我覺得IG這把的運營中期其實是領先於老乾爹 對做得蠻漂亮的 特別是那一波大龍之前 在下路沒有選擇過多的糾纏 對吧 直接回家就是來到正面 把上路的鱷魚給抓了 就老乾爹現在有一個方法是什麼 等自己上單的TP好 然後有沒有機會埋了一個眼位 然後拉扯IG到一個 鱷魚可以踢到後面打正面團 因為你持續的讓邊線是這樣玩的話 其實這把邊線老乾爹是玩不贏的 然後正面感覺流人的能力 就幾波有抓到人 對吧 像人頭數老乾爹還是領先 但是這幾波你抓完都是乾人頭 你沒有重要的目標物的獲取 你要真的拖到火龍魂乃至於遠古巨龍 已經是再過十分鐘以後的事情 再過十分鐘以後的事情 是的 這波狼型在上路收線 而且它是有TP的情況 視野上面來說的話 後面有一個眼位可以TP 就紅BUFF那個位置在PIN了 來 冰女落了對方的藍區過來 WuKi很大膽 前面的視野其實才剛做 這邊已經有TP了 但是狼型的位置 隊友已經隔得比較遠 是 這波狼型踢的位置 確實是踢到後面了 嘗一下 對面 IG是直接打火龍 狼型開大 應該下去 要直接把一套傷害怪給您嗎 但您有守護天使 看一下 右側這個位置 紅色方的老乾爹 西夜先被打殘 最後龍是誰的 由芒生您拿下了這條龍以後 正面的團隊牛打起來 小花生扛不住傷害 垃圾直接帶走了巨魔的人頭 Kramer這個位置帶著幽咪 但是一個巨魔的兵條 走到他旁邊 鱷魚這時候進場 鑽死了一個男鋒 他能吸起來嗎 再砍一刀 被炮芙給帶走 但是Kramer一技能往前 究竟被龍拳閃線躲過 他雖然殺掉了一個Luki 但是後續 炮芙已經騎著 他的一個營業上來提臉 最後 幽咪雖然給了一口奶 但是沒有救出Kramer 幽咪也倒下了 馬克倒下以後 由炮芙拿下了一個Triple Kill 這波團老乾爹的 卡爾瑪一開始的位置 就很不好 而且這就是我說的 就是你鱷魚進來的位置 但是IG明顯更兇一點 主要是Luki那個一技能 他敢亮澆 我都沒想到 絕對還是因為自己有大招 這個位置 往上走的時候 沒有想到 遇到了一個船長 是 這樣的話 等於是進步打出一個團面 是的 而且其實復活時間還有40秒鐘 這個大龍直接開了 老乾爹等於是 巨魔是因為復活 所以最終沒有打出 我們實質意義上的團面 但是五個人都陣亡的情況下 IG可以直接拿下大龍 而且剛剛西葉這一波陣亡 也把自己身上 剛剛應該五層的這個靈魂 全部給掉了 哇這個大招 爆炸傷害 貓只有一隻 反正奶了Kramer之後 別的人就奶不了 是 西葉只能往後撤 我覺得Kramer這波 其實已經盡力了 但沒有什麼辦法 這波Kramer的操作面上面來說 雖然空了幾個Q 但是把一個伊哲瑞爾蓋打的效果 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是伊哲瑞爾交伊錢 吃到了Luki的一個大 如果大家有看到 然後優秘身上的乾鍋 一定是第一時間 就幫Kramer解掉了 對吧 Kramer身上有一個進化 等於這一局 Luki要直接控死伊哲瑞爾的難度是 應該說不可能成功 因為他幾乎是有一個 沒有這個冷卻時間 他有一個進化加一個乾鍋的覆蓋 但是剛剛那個 永動領域是直接動到了那個 旁邊的西葉 所以西葉拉得非常的遠 然後變成是 小花生那個位置 也沒有Kramer 後續再給他有機會 拉出來的一個護盾 這一波大龍Buff 持續時間還蠻久的 將近兩分鐘的一個時間 看一下IG要怎麼去做推進 是 經濟領先 已經非常非常的大了 這下路稍微帶一下 也就過來了 這個兵線剛好在二塔附近 是 而且凝王這波是有閃現的 總感覺凝王這波會踢一個 嗯 但感覺正面要硬上的話 可能也不是特別 欸 這邊 泡芙點了兩強殺很高 通閉加銀燕 手右長傷還有高 是 因為兵女已經進來了 狼行過來 想壓兵女的一個位置 自己吃了一套技能 高地防禦塔已經掉了 這個位置感覺老乾爹 還是在等一下 一折肉的一個傷害 打到了南風 南風是先被打出了一個閃現 第二波的一個poke給到寧 但自己的位置有點危險 澳洲越前往後拉 勒帥這個位置 單砍小花生 把小花生砍殘 一路的高地是IG 順利的拿下來 是 最穩的一個打法 就劍好就收 兄弟們也都選擇抱團 沒有去分人到下路去帶 這波是回家了之後 害者帶過來 把兵線帶過來 這砍 炸藥桶刷新自己的一個火刀 這砍塔的速度太快了 是 還有爆破 然後裝備也特別好 現在應該有300點 以上的一個物理攻擊了 四肩套的一個穿上 踢到 伊德瑞爾來了 要踢了嗎 伊德瑞爾反應很快 一技能直接交走 船長大招是原地擠給Cramer 幽米趕緊過去給奶蛋 另外一邊小花生 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又是貼臉跟勒帥 但是這個帥哥的一個傷害 現在已經有點擋不住了呀 對吧 打到現在IG優勢已經很明顯了 就正面只要不上頭 不犯什麼失誤 他感覺這個 這個勇動陣好像是很難破 是 EW過來直接逼出 Cramer身上的一個進化 兵線這波是被輕掉了 鱷魚在找機會 開大過去直接單定一個 垃帥了 直接吃一口橘子 反而是狼心的血量被壓得很低 而且原地 剛剛南風是給了一口救贖 把IG的狀態給奶回來 等一下下路的一個兵線進來 這兩路的高地 大龍Buff雖然結束 但老乾爹還是守不住啊 是 因為你前排也坦不住 我根本就不敢去碰一下 這個 現在的這個惡肺劉思河船長 老乾爹這波全員 家圓位是衝出來 但是 正面要留的話 就是看Yumi的大招 什麼時候給了 船長的大招 馬上也要好了 這惡連桶炸下去 正面大招直接給狼心 狼心這波是沒有大的 身上有閃現嗎 閃現好像也還沒有好 好險凱爾瑪給了一發二一 這個位置IG趕快被 逼到一個牆角 魔典筒出來 但是短了一點點 伊瑟瑪剛剛是沒有 敢選擇 交閃現過去 強行把魔典筒給打出來 因為這時候兵線過來 反而是Rookie一閃進場 直接定住 這時候芒生跟過去 一腳踢回一個 再接一個 狼心也被秒掉了 上中直接倒下 正面還有一個兵女的一個 被動驅趕著 老乾爹的一個隊員 正面雖然打出了 凝王的一個守護天使 但是右邊的門牙已經扛不住了 有下一個人的船長 在威懾著老乾爹 後續的三個人 這時候一勾勾到了Cremor 那這樣可能是致命的一個勾 死亡判決 判決了這把遊戲 老乾爹的死亡 我們恭喜IG 拉回了1分1比1 決勝局 是的 恭喜IG 超級比 AVC 1